是花蓮市鬧區的富凱大飯店 因為地震嚴重傾斜 花蓮縣府緊急安排餐廚 在昨天晚間八點四十五分 由拆過天王新大樓的魯夫號 長壁大鋼牙 啟動二十四小時 不間斷的拆除作業 不過因為預計工程兩週 周圍店家無法做生意 有名產店的員工 就趕在拆除前來頒貨 怕食品會過期 工作人員透過無線電聯繫 展開拆除作業 花蓮市鬧區的富凱大飯店 受到連續兩次規模六強震影響 大樓嚴重傾斜 花蓮縣府緊急安排 二十四號晚間八點四十五分 啟動拆除作業 這輛魯夫號長壁大鋼牙 拆過天王新大樓 家莊大哥機後 可以達到四十二公尺 全國最長 最高可拆到十五層樓 由於富凱拆除作業 空間腹地小 只夠一台機具進行拆除 因此難度較高 先填土墊高八公尺 並搭建防護網後 從最上層逐樓往下拆 預計工程兩週 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拆除 當地里長表示 希望先做好安全防護措施 讓附近店家儘快營業 因為實在經不起關店兩週 中山路市中心店家多半拉下鐵門歇葉 只有彰化銀行花蓮 唯一一家分行敞開大門 至於另一棟傾斜的統帥大樓 原定二十四號上午開拆 不過包商表示作業平台還不夠高 得先堆土石等待機具送來 評估也許要等到週末以後才能動工 記者文家凱林靜梅 張明如正偉 劉武器昌綜合報導 至少